上一集我们说到宿舍的堂门突然被一个男人踢开了 听到这个粗鲁的声音 我不由自主很惊喜地转过身来大声叫 中哥 我面前这个男人的个头不是很高 但他人很壮实 一身肌肉像打横山一样 整面都胡桑 龙眉大眼 眼睛起来就像一个同龄那样大 样子十分威猛 直头是一个张飞在山 看他年纪大概二十多岁 他本来怒气冲冲的 一听我说话 他面上的怒容立即转 一开彭牙 右手搭着我肩膀大声叫 挺你的肺 你是二弹啊? 你就是一进来进了禁闭室的陈二弹? 他的手真的不知轻重 一拍下来拍到我肩膀脱了 不过我还是很高兴 原本以为地中海教员里面那个很麻烦又难相处的人 没想到竟然是中哥 于是我回头抱着他 笑嘻嘻地说 是啊 就是我啊 校长他说既然我和当兵的相处不到 就另外安排我地方 没想到我可以和中哥在一起 是啊 真的有缘分啊 我们两个人拉着手 谈了一会儿 中哥不敢相信地看着我看脚 二弹啊 你说你这个人才得到十三岁? 我真的不太差信 看你的衰童十七岁都有了 我笑嘻嘻地说 过了年我才十四岁 中哥问起我 你不是关十日禁闭的吗? 为什么这么早可以放出来呢? 我想着有些东西怎么都瞒不住了 于是就把校长室里面发生的事情 就告诉他 没想到中哥听完之后 一下子跳起身 大声地叫着说 嘻嘻嘻 你原来是李道子的徒弟? 我见他反应这么大 知道李道子应该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 我有点后悔地摸摸摸摸摸摸 我帮他打了杂几年 算是有点启蒙 老鬼是存在于石壁上面的神秘人物 而青衣老道就从来不说起他 所以我也没有跟其他人说起 不过青衣老道这个名字 就足够已经令人震惊了 中哥经压完之后 他坐下来跟我说起这个全奇人物 原来李道子是天下里面最顶级的道门 茅山中里面的全公长老 什么叫全公长老呢? 就是一个中门派别里面 为了防止镇派绝技失存 就要有一个双重保险 基本上掌门懂什么他懂什么 所以掌教责人之下 就他最厉害了 不过天下的道门何其之多 无论是龙虎山的天师道 还是青城山 他也毫不信息于茅山 为什么人家听到李道子会这么惊讶呢? 因为李道子中一个外号 他要扶王 也就是说天下之间会画扶的 他是第一 其他画扶的人见到他 都要运路走或者低下头 规规矩的叫一声扶王 扶你个肺啊二蛋 做人能够做到他这样 还有什么好追求呢? 说到兴奋的时候 中哥的口水四围地飞 手没触到 然后拉着我说 说起来 我和你这个人都有缘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上几辈曾经都是茅山长老出身 后来落叶归根取妻生子 但是也算是茅山这一脈 所以我们都是兄弟 真是有缘 我和中哥说着说话 老海里想起那个不苟然少青衣老道 又想起他那个石岸 原来跟我一起生活三年 这个老道士居然这么厉害 天下间所有人 听到他的名字 都佩服得不得了 什么时候 我都可以有这么大成就 如果真的有的话 我死都可以了 两个人聊得很热烈 这个时候 地中海教员又想走进来 看见房间里面的气氛 也不由得少少了 哎 见你们这么投契我就放心了 二蛋 你的屁铺我帮你拿过来 一会儿你自己整理一下 然后消应中同学 你等会带二蛋熟悉一下环境 地中海教员交代一下之后 中哥就不耐烦地摆摆手 行了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我想起了雅巴和肥妹 我立刻站起来 我问中哥 我说我有个雅巴的同伴 可不可以一起搬过来 中哥就说 我说 当然没问题了 你那只猴子这么差的聪明 连你导致他老人家都喜欢的 我直接把他供起来 立刻立刻 我帮你搬屋 前两天我见到你那个同伴雅仔 臉壳沉沉的 一看就知道 跟那帮当兵的夹不来 当晚 雅巴结束了一天的课程之后 我就帮他搬了屋过来 而且还将中哥介绍给他认识 雅巴这个人随遇而安 为人也很和善 虽然中哥脾气有点古怪 但是相处下来也没什么困难 所以大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和谐 而且我们还一起去饭堂吃晚饭 萝卜炆白菜清汤寡水不太好吃 不过饭就任吃 对于我来说也没有更多的要求 有吃就行了 第二天我就正式加入了毛山后备训练学校 接受中教局后备力量的正式培训 学校目前为止 学员只有56人 分三个班 但是固定的教员就有二十几个 这些教员来自不同的地方 有些是部队 有些是机关 有些是地方上面的 教授的领域也不一样 有基础文化科、纪律、体能、刑征、格斗、射击、驾驶和思想教育 还有很多高级的课程 与此同时还会请很多不同身份的人前来教学 不过好像也没有涉及到我所了解的道学和一些诡辟的事件 想来可能我们在这里只不过是一个初级培训机构 只有真正地对中国了解过之后 我才知道他口里说的无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 专门教授格斗的教员体教很强健 有八块腹肌 结果被忠哥三两下直接打到趴在这里 不过这些都是对忠哥而言 学校里面的所有课程对我来说 就是一种充满诱惑的事物 你都知道 一个来自山里农村的小孩 连学都翻不起 现在就能够学这么丰富的课程 这样就像一只老鼠跌到米缸 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 在单独上完一堂保密训练课之后 我就和雅巴一起加入了初级班这个课程 还有我们这批的有二十几个同学 其中包括了上次和我和雅巴打架的那六个大汉 高级班里面只有忠哥这几个屈指可数的人物 他们都是自己有着一身本领的人 在经过短暂的培训之后 就可以直接派到最需要的地方 中级班就有十几个 他们不专业之后 有些就继续进修 有些就会进入对口的单位 至于我们这些初级班的人 前途就比较暗淡 成绩优异的继续进修 不得的就直接到基层 或者是拉斯吉路 从哪里来就回哪里 雅巴他有对口的单位 而我就没什么地方可以去 如果要我走人的话 我只能够回龙嘉岭 我肯定不愿意 所以学习起身我就更加用功 又或者因为我有一种危机感 所以我初级班里面的表现就特别出众 无论是文化科还是技能科 都能够排到前三甲 讲到体能 我也没有输示给那些在军队里面出来的人 正如之前那个刀疤男人说过 能够来到这里的 无论在部队里 还是在地方上来 都是精英的人物 能够在这帮人面前脱泳而出 除了必须有一定的本事以外 还要有绝对的耐性和恒心 那段时间 我就好像一个海绵吸水 不停疯狂地学习 直到有一天 学校突然放了一日假 我才知道要过年了 大连三十那晚 学校饭堂煮一只猪 煮了饺子 我记得有两种馅 一种是猪肉韭菜馅 一种是鸡蛋粟米馅 还要不限量 吃到我连舌都吞下去了 而且还要每人发了半斤酒 都是二窝头 清香破鼻 比起我乡下的很混濁的米酒 要香一百倍都不止 那天我第一次喝得很高兴 我雅巴和忠哥三个人在宿舍吃饺子 忠哥突然拍着我肩膀 他问 乙蛋 我这一世人 你有什么理想 理想? 这个真的好像一个很崇高的字眼 我当时就想到有点飘飘的 口似不清的说 忠哥 一时之间我想不起 你呢 我一边问 一边喂肥妹吃饺子 忠哥一口吃了三只饺子 吞着喉咙 咚了一下心口 他才想想继续说 他好吃 唉 我爹好生得 我说大哥 好 下面有三个弟弟 两个妹妹 饭都不够吃 我要 我要赶着出来做事 要做大官 我帮我爹 后面一大堆弟妹妹 还要等着我养 我拉着他肩膀 什么都没有说 这个那么粗豪的大汉 在这一刻里 他眼神有点犹豫 他担起头 跟着很坚毅地跟我说 我前几辈曾经兴旺过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想挑起我们慕容家的大娘 叫人以后提起我们慕容家 就要竖起大母子 忠哥真的很有家族责任感 很厉害 我又问雅巴了 老爷 你呢? 雅巴有点醉 他的眼眉都在笑 他不停用手向我比划 他说如果有可能的话 他想要存债 过年的时候 都可以汤豬 都可以吃到饺子 他这句说话很朴实 我都觉得很伟大 我们又喝了几杯 这些酒真的辣得我受不了 忠哥再次问我 你有什么理想? 我看看在窗外面那抹明月 我不由得想起我爹 我娘 我姐姐 还有龙家岭的乡亲 当然了 青衣老道 老鬼 甚至乎 杨小懒 我? 我会有什么理想? 能够生存下来 我就已经很开心 我有十八种劫难 唉 不理他什么是十八劫 不理他什么是坎坷的命运 只要一直可以生存 一直可以活到儿孙满堂 这个就是我最大心愿 当晚我们全部都聚光 好了 那之后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下集再说 我们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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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集完